嗨大家 这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是怎么把这个袖子改断的 不仅要改断 更是要呼应这个中山岭的设计 如果你也想把袖子改成这样的话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先试穿在你想要的袖子长度的地方做记号 首先我们也要游离往外把整件反翻过来 把两个袖子整齐的对着放 用大头针固定在各个角落 越是靠近你想要剪裁的地方 就越要平放着固定 接着多留7公分的缝粪 沿着缝粪的线剪裁布料 没有将布料对齐平放的话就会这样 小心的剪裁完之后 一般袖子的做法是像这样子往内翻折两次来做 但是这一次我们先在7公分的地方做记号 这可以帮助我们对齐等一下要缝的缝边 当你往内翻折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袖子的维度不一致 所以用拆线棒把袖子内侧的缝线 拆开到可以完全让布料贴起的长度 接着我们要沿着刚刚画线的地方往反方向折 换个角度看长这个样子 换个角度看长这个样子 从头到尾大概是长这样子 内翻再内折 等一下我们会缝在折边这里 遇到刚刚拆开的内侧 我们就反翻一次用大头针固定 你可以另外将它们缝合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用裁缝机的姿势型来收边边 或侧边烤边机车一车 最后我把缝份往上摆 缝了平针固定 也当做装饰 改造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咯